受其父亲,国内知名的沉香收藏家张晓武先生的影响, 也从事着有关湘西历史和沉香收藏的研究。 所谓品香有两种方式,明火熏香,暗火备香, 前者旨在观烟,是为眼观。 后者旨在观畏,是为遗观。 事实上,湘西不仅仅单纯嗅觉上品品香味的品香, 而是通过香做媒介的一项文化活动, 有关精神境界追求目的上,和宗教也无关。 湘西能用沉香品香是最高级别的了。 沉香散发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新香, 犹如山巅薄薄云翼翘翠翠来。 淡淡的香气,真好似万株梅树同时绽放, 肆意喷香。 使人不由地,威闭霜目, 感受香气进入口鼻,透彻肌肤的舒畅。 清润脱俗的感觉,油然而生, 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受。 传统香文化,尤其是顶级的香气上的话, 使用的不是普通的河香, 而通常则选用的是沉香。 沉香的实际上品味并不是沉香木, 而是沉香的油与沉香纸, 沉香的油纸。 通过品味香的变化, 从而感受自然的美好跟伟大, 然后同时感谢上苍能赐予人类这么一个美好的事物, 就是香的演变过程跟气温散发的美妙过程。 所以香的话, 它不单单只是一种媒介, 其实更多的是结合如是道的精神 与真正的主义, 然后通过品味的香气变化, 从而结合自己的内心与你这个思维所理想所混化出来的这么一个环境。 传统香气上是不出烟的, 所以不会像熏香或焚香等受烟味的嗅觉干扰。 也不用去担心烟可能对身体造成的种种不适或危害。 品香世门艺术 据传,古代雅士品完香之后, 还要用毛笔在狭长的香肩上写下心得。 由于香的气息捉摸不定, 如何做到准确而富有诗意, 就需要灵敏的感官和丰富的想象力, 即诗性的表达能力。 如果没有文化修养, 是很难入门的。 品香到了宋朝, 就如宋人吴字幕所著, 孟良录中所称。 举办香席, 因于点茶、茶花、建谷, 成为休闲养生至精致生活中的必备条件。 无论好友相聚雅籍, 甲聚休闲, 其道修佛都会来上一炉好香, 与好朋友分享, 发展出香习文化。 北宋人称点茶、茶花、建谷、品香为四番显示。 到了明代, 在家住香室, 腰油品香更成为一种时尚与品味, 在我国的诗词字画中留下许多。 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造就了中国文化、文采焕发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 如是道朱家皆提倡用香, 结缘甚深。 而沉香等名贵香品的使用更风靡一时, 成为一代风雅之象征。 香试一世, 已成为文人雅式的一种休闲活动。 香在我们古代的生活当中, 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以前都以为香是在宗教场所, 或者香道, 或者香西等等的这些特殊场所上才应用, 其实不然。 古代其实我们从一些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就可以。